他們又現在要引進了所謂這個 巴比的這個看板 說要代言基隆市文化局 其實我不太懂 這跟基隆市在地的一些文章 巴比跟基隆有什麼關係 巴比是基隆出身了嗎 對 我其實不太懂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其實 經驗合作 經驗合作我們不懂時尚美感 謝國良的英文叫做 KANY啦 肯尼啦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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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知道 不是喔 所以有人就說這是怎樣 預言謝國良要BARBQ了 是不是 問題就在於說 大家都知道說 今天你要做罷免的熱戰 真正的是要跟地方做連結嘛 所以地方連結不是說 你去那邊弄個什麼炒米粉 弄個那些什麼BUFFET 請大家吃飯 你要讓大家在那個地方有感嘛 你做一些市政的作為出來 不是去用這種方式去做行銷 然後整天就找一大堆什麼 戰鬥男的立委啦 馬英九啊 你剛剛講侯友宜嘛 陸陸續續 我現在講萬安隨時有可能會過啦 對對對 因為點名了 對嘛 這些人都來救謝國良 那就是充分證明了謝國良就是一個公子哥嘛 公子哥的特性是什麼 就是坐在那邊就說 爸爸救我 拜託喔 就不會自救嘛 一天到晚出事的就是要趕快去黨中央討救兵 去黨團討救兵 然後沒有辦法想辦法去自己做出一些市政成績出來 我覺得這就是謝國良給大家的一個 共同的印象 好 我們來看一下謝國良的罷免案 現在介融市選會也不遠了嗎 我們請教他晃哥 因為現在確定了 就是2.5萬份 現在是議長同志委證實了 已經開程序會要申請電付 2.5萬份耶 人民的納稅錢耶 這樣就開開出去 而且現在確定了 那你幹嘛之前不講呢 對 因為這個公文是發到基隆市議會 因為這筆錢總共是 就是辦理罷免這個選屋公眾 總共290萬2190元 因為這個預算原本沒有編 所以現在用其他預算申請電付 那依照程序呢 電付需要市議會通過 好 這個是文 那裡面有項目 來 我們來看這一項就好了 郵寄費 25000份 每一份75塊 總共1875000元 75塊應該是雙掛號加上信封 還有可能一些作業費吧 因為雙掛號我記得是50塊的樣子 所以75塊應該是加信封加一些作業費 所以25000份 這我們沒有願望他吧 你就是要寄25000份的查詢單 因為在罷免第二階段審核的過程裡面 需要用到郵寄的只有查詢單 沒有其他東西需要郵寄 我強調沒有其他東西需要市選委會郵寄 只有查詢單 所以你要寄25000份 當然我知道基隆市選委會可以出來凹說 沒有 我只是先編這麼多 我不一定會用這麼多 但是如果你只寄500份 你何需編到25000份 你如果要寄500份的話 我就編個1000份 Double已經夠了 就是說你要25000份是多少比例呢 大概46% 因為總共交了43000多份 所以有46%的連署書 在你們基隆市選委會的超級宇宙無敵 用電子顯微鏡的標準之下 有25000份你們認為有疑義 所以基隆市府的理由 他就是說如果要罷免的話 要兩三千萬很浪費錢 很多花錢 所以我們就編了這個187萬就好了 你這187萬可以省下來 你也可以不要寄 對啊 不是 要寄一定會 但是我舉例 你寄到25000份 2020年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 當時40萬份連署書 高雄市選委會只寄了大概2000多份而已 那百分之大概千分之 0.5千分之左右 結果你現在要寄25000多份 你要寄到46% 你這個太誇張了啦 所以我覺得基隆市選委會你們根本就是在 幹這種非常無恥的事情 因為你們想用這個行政程序 去卡住謝國良的罷免案 希望第二階段就把這個罷免案給做掉 但是第一不可能 因為你最後資料送給中選會 第二現在公民團體已經在宣傳了 你現在所有有寫連署書有收到的人 收到查詢單 就趕快把它填寫清楚之後 在期限內把它寄回基隆市選委會 因為基隆市選委會告訴你 預期沒有寄回來 通通算無效連署 所以我覺得基隆市選委會 你們這樣子玩法 你只會讓謝國良的罷免同意票增加了 你可能我跟你講原本 交4萬3千多份 可能這4萬3千多人去投票 結果你這兩萬 我跟你講這2萬5千份收到查詢單的人 他們一定會很努力去幫你拉票 去拉同意罷免票 一個人拉一票就好 就是5萬票 再加上沒有寄的那2萬多份 就7萬多票 離罷免同意的門檻已經非常接近了 所以謝國良你自己好好算盤算一算 你不會算請你們惡性的會計師幫你算一下 你這樣子真的罷免就躲得過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 但我覺得這個錢算得有點怪怪的 請教你洪哥 你之前也在民政局長對不對 那開程序委員會申請電付 這個一次已經到 我已經確定要申請這個款項了 那確定又是2.5萬份 那我覺得裡面 如果你說郵寄費的話 是187萬的話 你裡面六個數個加起來還有人事費 然後還有文具 郵寄 加總起來290萬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有點太勞民傷財了 不是 他在講這實在是莫名其妙 他說就算說我沒有罷2萬5千份 我只是要這個先準備好 那你直接 你直接寫個4萬3千份算了嘛 對不對 既然這樣你直接寫4萬3千份嘛 荒溜啦 為什麼我跟大家報告 他這個什麼叫電付 他是先基隆選委會要錢 他先發給了基隆市的民政處 民政處之後會再發文給中央的選委會來要這一筆錢 為什麼呢 因為地方的選委會 他基本上他是他的所有的 因為他只有幾個幹部跟 對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錢跟人都會掛在那個民政處 這樣 所以他跟民政處要錢 那開玩笑 他的選委會的主委是誰 是謝國良的基隆市政府阻蔑 那他的選委會總幹事也就專門在處理這個 決定說我們要查4萬3千份 還是2萬5千份 還是2千5百份 還是2百50份的是誰 他的總幹事就是現在謝國良政治任命的 這個民政處長叫張淵翔 張淵翔是以前基隆市長就是因為關梭酒駕被判刑 一年7個月 還一年8個月的張通榮的兒子 哇 全部都是你們基隆 國民黨 大家一家親 然後呢 要用這個複查的方式去直接沒收掉 還不是沒收罷免而已 直接沒收掉這個連署書 這是很誇張的事情 那勇哥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他是現在是請議會申請電付 那因為之前有議員說 這一筆錢是用第二預備金來 那這個錢看起來 也就是第二預備金那邊來製作 對 因為有時候預備金 預備金跟以後 電付就說以後會有錢進來 我們先電嘛 所以不管是誰 當然每個地方議會不同 因為基隆市不是在說不是第二預備金嘛 對 如果不是 不管是不是預備金 反正他都要跟議會資會一生嘛 就他會跟議會先資會一生嘛 就因為這筆錢不是用在原來的目的嘛 比如說 即便是預備金 我不是用在原來的目的 那我這就是電付 因為之後會有一筆中央的錢進來嘛 所以他就用電付 所以這就很清楚就是什麼 就是 惡搞瞎搞啦 沒有這一筆預算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硬要去提高 我告訴你 韓國瑜那時候才 才省了幾份你記得嗎 你知道嗎 0.05%好像2000多份 2000多份耶 高雄有四十幾萬的連署書人要查2000多份 你才4萬3你要查2萬3 2萬5000份 你也幫幫忙 我是覺得真的大家回去看一下法律啦 基隆市的選委會不是依法律成立的啦 基隆市選委會是依中央選委會的命令來成立啦 換句話說全中華民國做一個選委會要中央選會 對 所有地方都是命令來成立的 換句話說我覺得直接把這基隆選委會 不適任的委員像這個 這個主 像這個他們的主密啦 像他們的這個總幹事 不適任直接把他 直接把他收掉啦 直接把他 直接把這些人直接都把他抽掉啦 不然真的會把他們搞爛台灣的民主 尤其你沒收基隆的 罷免 罷免投票都還不知道 你就把人家都是罷免 用這種奧博把他沒收掉 真的是很誇張 好 所以請教一下小牛 因為我覺得這誇張之外 大家想說那錢是要花在刀口上的嘛 怎麼又來了 剛剛兩點的時候 晚安演習結束了 結果呢基隆都出現公車丟下 昨天那個許瑞池議員來我們節目的時候 他說昨天下午丟了一輛 這個是另外一輛 演習又丟下要靠路邊 你覺得那不是在演習停靠路邊 他說是停靠路邊 但是停靠路邊 應該不用把後面這個引擎蓋給拉起來吧 還會冒煙 靠路邊幹嘛又拉起來呢 昨天他說6月1號開始好像已經壞了62輛了 那現在我不知道要加幾了 怎麼又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沒有 基隆 大家都知道基隆就是山坡地比較多嘛 所以老實講那個公車這個性能 你要買當然就買好一點嘛 可是你要知道說 謝國良他過去他就是花太多錢在所謂的這種 什麼電動機車補助啦 各式各樣這種 包含像 你看最近 聽說他們這個又找了這個寶寶啦 他 這寶寶是一回事 寶寶他那筆錢就是一百多萬 他自己就另外一半 他基隆很拼喔 一直在做市政 你看他們又現在引進了所謂這個 巴比的這個看板 說要代言基隆市文化局 其實我不太懂這跟基隆市在地的一些問題 巴比跟基隆有什麼關係 巴比是基隆出生了嗎 對 我其實不太懂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其實 企業合作企業合作 我們不懂市場美感 謝國良的英文叫做 KANY啦 肯尼啦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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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知道 不是喔 我也不是 所以有人就說這是怎樣 預言 預言謝國良要巴比Q了嘛 是不是 巴比不是因為好好的宣傳 對啊 因為 比方說像之前大陸海印象的話 他不是找那個星宇航空做公車站嗎 這個我剛剛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 星宇航空跟基隆市的關聯性在哪邊 就是說謝國良很喜歡引進一些 就是跟基隆沒有相關的這些 不管是產業也好 或是這種形象也好 然後來去基隆這邊做在地的宣傳 可是問題是你跟在地文化沒有連結 民眾沒有敢嘛 民眾看到他就是一個 很莫名很突兀的一個巴比的看板 然後很突兀的一個 那個星宇航空的那個公車站牌 然後還有一個是什麼 謝國良也很喜歡引進一些 跟基隆沒有相關的人 來基隆宣講啦 比方說什麼 禮拜天不就找馬英九嗎 你看講到馬英九 基隆人對馬英九會有什麼認同感 這禮拜有侯友宜市長 陸陸續續這些人都會來嘛 問題就在於說 大家都知道說今天你要做罷免的熱戰 真正的是要跟地方做連結嘛 所以地方連結不是說你去那邊弄個什麼 炒米粉弄個那些什麼buffet 請大家吃飯 你要讓大家在那個地方有感嘛 你做一些市政的作為出來 不是去用這種方式去做行銷 然後整天就找一大堆什麼戰鬥欄的立委 馬英九啊你剛剛講侯友宜嘛 陸陸續續有像蔣萬安隨時有可能會過來 因為點名了 對嘛這些人都還就謝國良 就是充分證明了謝國良就是一個公子哥嘛 公子哥的特性是什麼 就是坐在那邊就說爸爸救我 拜託就不會自救嘛 一天到晚出事的就是要趕快去黨中央討救兵 去黨團黨討救兵 然後沒有辦法想辦法去自己做出一些市政成績出來 我覺得這就是謝國良給大家的一個共同的印象